歡迎我們今天第二位嘉賓有COLA的心靈 Hello 大家好 我是COLA的心靈 作為新人年派上兩首歌 風格不同的歌 一定是這樣的玩法 新人讓大家聽一下 試一下不同風格 所以我第一條問題想問 你們設計時是想著今年怎樣走的路向 其實本身公司或阿維是想我出慢歌 最初 但因為收Demo 還未有一首很深水的歌 所以就選了快歌 因為快歌已經有了 這首一定是這首 我很喜歡 所以第二首 你第一首不能出慢歌 你第二首都要出慢歌 我們有空訪問一下阿維 為什麼一定要有慢歌 也不是一定的 可能我想我多些不同的面向 因為COLA就很明顯看到你們的爆炸力 跳唱 所以就選了慢歌 之後其實阿維就說 其實一直都有一首歌 收到Demo 覺得很適合你 但就有點高難度 傳給你 你也可以試一下 我聽到又是覺得 哇 真的很好聽 因為這首歌是Demo 作曲是千銅 Demo也是千銅唱的 很被Demo感動到 我就覺得這首歌我一定要唱 唱不到我也要唱 唱不到也要唱 什麼吸引來呢 很有空靈的感覺 很孤直 又有一點飄游 但是孤直得來又有一點溫暖的感覺 就是千銅的Demo 讓我聽到的時候 你內心想要一個Demo 一個慢歌的時候 都是向著這個方向去找的 其實我自己也是 挺喜歡一些很弱心的歌 因為我本身自己一個人也是一個很經典的阿仇 就是很仇的 想一些東西都極負面 有些時候 所以我聽到這首歌就覺得很棒 很有共鳴 唱在我 所以這首歌我真的想試一下 雖然是難唱 也是想挑戰一下 收到這個Demo 怎麼會不要 怎麼會不捨得放棄 只會吸引大家 進入另一個空間 這個不單止是Demo 只是可以做出街的成品 所以聽到我覺得很被千銅的聲線吸引 感動到 我覺得這首歌就是我一直以來 都很想做的一首方向的一些歌 既然是這樣 題材參與方面 你有沒有跟田池人說 甚至是找監製阿塞德彩的時候 你那個表達是怎樣的 有啊 有 其實我們電話開了會 因為林韋玲不在香港 我們就聊 我就分享 其實我入行沒多久之後 其實是有一個題材都很想做的 如果關於愛情是關係的 那時候 我的想法是 都是從跳舞出發的 就是 我在想 我可不可以做一個作品 是有一段舞 是兩個人有聯繫 但永遠都看不到大家 就是好像你人生裏面 有一些關係 你感受到和他有聯繫 但你們永遠都不會再見 一些看不見的關係 我會發現自己 因為有時打開電話錄 會看到往年今日 會看到原來我那時候 有跟某位朋友去過旅行 但可能我們後期 因為已經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不會再交流 或者不會再聯絡 我發現原來 累積下來 有時都有很多這些碎片 一直都藏著 但又不是不開心的 只不過是已經過去了 但回憶起時又由那裏開心 一直都很想做這一種 我當時的短暫命題 叫漢不見的關係 還有標題 你自己寫詞嗎 不行了 真的寫不到了 我只能夠用我很有限的詞彙 去解釋我的想法 給Wiley、Jason和MV導演 一起去聽完後 原來你有這樣的想法 就從這個方向去發展 去填這份詞和編曲 所以漢不見的關係 在你心目中不是一件慘事 得不到或沒有繼續 其實也不是怎樣 其實不是一件慘事 只不過我覺得是 少許的遺憾 但遺憾也可以是好的 遺憾也可以是一件好的事 有點可惜 但曾經擁有過這段光陰 也是曾經開心的 也很正向的 林若玲其中一句歌詞就是 《詩益不管走得多遠,也向我揮手》 一開始你看到這裡 可能就是 為什麼我經常想忘記你 但也要記住你 你越想忘記 其實越出現在你腦海 但其實去到最後 就是講到心靈的方向 可否將詩益的苦劫 能成為享受 是的 但你給詩益症發作 你不要避開它 因為曾經真的有個美好時光 我們就有空回味一下 不需要避開 或者不需要覺得 我要切斷這段關係 就是漢不見的關係 才是美麗 是的 因為有時候我會覺得 可能我以前曾經有一個朋友 沒有聯絡 但他曾經是很支持我 例如我去參加比賽 只有他一個人站起來拍手 真的會是這樣 那我就會覺得 我到現在站在台上 都會記得曾經有一個朋友 這麼支持我 雖然有些問題發生了 大家不會再聯絡 但是這個溫暖 或者這份力量 都仍然在 這份溫暖是沒有變過的 是的 但既然是這樣 有時候我會問 那為什麼不修補呢 下一首歌的故事就是 這就是這首歌的命題 人生就是沒有得強求的 那這首歌算不算送給他聽 都送某一部分 因為都還有不同的 例如有一些前度 或者有一些以前 合作過的朋友過世了 都會回想起 我們以前一起排舞的時候 很開心 但原來他已經成為了過去了 不會再看到 都是想從這些 我覺得大家都可能會有一些 這樣的經歷 而他在這首歌的時候 就盡量發洩完 然後再向前走 那感覺 概念很有力 但是入到錄音室 那是不是都可以 這麼大力去表演 因為聽起來 感覺是輕身的 很淡的 就不可以太過火 很有趣 其實錄這首歌的時候 即是跟大家開完會之後 Jason有一個提議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根據這個DEMO 然後跳一段即興的舞 即是Condam 對 可以錄一個影片給我 我說 好啊好啊 我過幾天上公司 發洩完 因為公司有鏡房 我就即興地跳給你看 跳了兩次 即是三分多鐘 即是四分多鐘 應該是很流動式的 對 純粹是憑感覺 我聽到一首歌 覺得有什麼dynamics 有什麼感受給我 我就跳了 跳完出來之後 Jason就說 我開始知道方向大概是怎樣 之後就入錄音室的時候 編曲已經大概有 很飄一些 或者有些很dynamic 改變得很重要的位置 其實都是從我的舞蹈 身體院去發展出來 錄音的時候 其實是很 那些叫什麼呢 都是私心裂肺的 因為Jason是很 他會叫你試試不同的感受 你試試好像演戲這樣唱出來 你試試好像男人這樣唱出來 你試試好像哭著這樣唱出來 即是不同的方式都是 這樣很有趣 然後我有幾次 為什麼好像男人這樣唱出來 例如 你聽男歌手 你喜歡聽哪位男歌手 我喜歡聽Eason 你當你自己Eason這樣唱出來 是怎樣的 浩脈 都是很抽象的 錄音的過程 但我覺得很好玩 原來可以這樣 原來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去演繹的時候 會再有更多的語氣 去走出來 因為我發覺原來用演戲的方式 去唱我又很放鬆 我當作是講台詞 又完全不是從唱歌的方向去想 原來可以這樣 是大開眼界的 這次錄音 最後選了哪一個角色 去真正錄這個歌曲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是太多個 錄了很多 我想錄了很多 可能有幾句是Eason 但又有趣 因為其實是你自身的感受 很多時候可能就是 我真的用心靈最心底的彈性去唱 那個詞其實是頭兩天 因為可能大家都未認識 頭兩天就試一下 你那個聲音可以有多少不同的變化 到第三四天就真的很認真地 試一下每一句或每一段 你都給你一個什麼感覺去唱 但試了很多不同的誇張的事情 當時我唱到很頭有關的時候 都哭了 我說不好意思 我的聲音是否很難聽 對呀 都是要方法演技 要控制一下 都是要控制一下 不要放大自己的情緒下去 是否當時的畫面 又出現自己的個人故事 其實我唱這首歌 無論是唱、聽、看音樂 我每一次都有點眼濕濕的感覺 因為Wiley寫的歌詞 是很有畫面 是很腰心腰肺 得來又留一點生路給你那一隻 因為我很開心 找到林若靈田詞 她的詞我很多都很喜歡 是很有意境 那種意境是令到你一直在腦裡陪旋 所以我每次聽到 聽完一次可能會不會聽到 畫面來到這一句 就是餐廳、公園、戲院 你想想 可能那裡是尖沙咀來的 餐廳、公園、戲院 每處吸足人填滿過 患殘留感動的空氣 突然圍著我 那個仙氣又來了 本來是很實在的畫面 但其實那個人已經不存在 你就是感覺到 整個氣氛 或者他好像來了 鬼片一樣 哈哈哈哈 那你剛剛的直播那兩晚 自己有什麼感覺 要很緊張唱好 還是真的帶你進入另一個空間 其實都真的挺緊張 但我都盡量提醒自己 千萬不要緊張 這首歌真的一緊就唱不到 千萬不要哭 否則Jason就說不要聽 其實我第二場show完 一直都很想哭 但我都逼自己不要哭 千萬不要哭 因為一哭 我覺得我唱不到 最好聽的給觀眾聽 希望 當然是可以再好很多 不過我覺得已經是 比第一次叨沙咀來演唱會好 沒有那麼緊張 我第一次叨沙咀來演唱會 唱Live的慢歌 是真的手震的 現在已經沒有震 但就很享受 唱這首歌 對於心靈來說 在擁抱快歌或Sparling 和這首歌 是否相差很遠 那個技巧 相差很遠 因為慢歌那個 其實快歌也是很多變法 但慢歌的方式轉變得可以很多 可以這樣唱 可能有很多種唱法 唱法多到你都不知道怎樣去跟好 慢歌是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我自己是很喜歡慢歌的 所以接下來還是會向多些 這個方向發展 如果有自己的歌曲的話 其實很難選 我很貪心 慢歌和慢歌 下手是中版歌 但也要跳 但這次雖然是慢 他也有很多動作 動作 或流動 像content 還有MV 你也是有跳舞的 其實MV 這次很開心 邀請到麥希恩導演 和一位好好的朋友 Terry曾 去想整個MV的flow Terry是我的編舞 其實我一知道拍這個MV 我就知道一定要找Terry一起幫忙 因為Terry是拍一些藝術感很強的 我覺得這首歌是很適合 放一些藝術感很強的畫面 或動作在裡面 但不知道效果是怎樣 因為慢歌可能大家都不明白 慢歌也要跳舞 就是嘗試來的 慢歌的MV是劇情 或者裡面有個故事 對 這次就想嘗試用肢體去表達一個情感 例如和Stanley的那段舞 那種掙扎和那種力度 是真的兩個人去到 要分開臨界點才有的那種力量 可能不是用對白或眼神講 是用肢體去講出來 當初這個也是想用雙人舞的方式去呈現MV 因為有權也是一個人去跳 你發給Jason的影片也是一個人的 是啊 其實我最初想想 都是兩個人 但我想大家都看不到大家 看不見的關係 是啊 好像有人跟你一起跳舞 但你永遠都看不到那個人 但你又知道有人跟你跳舞 本身是 但是因為拍攝technically 就是很難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這次先拍雙人舞 我有一個畫面漂亮到 就是你和Stanley在跳舞 然後他的衣服有條絲帶 有條胎很長的 勾你的頭髮 那條絲帶和你的頭髮牽連了再斜開 很漂亮到那個畫面 對呀 那個是神來之筆 是剛巧就繳住了 剛巧就繳住了 剛巧就在那個時間分開 又分開得到 對呀 導演和鏡頭少演才有捕捉到 對呀 這個是很難得 這一下應該排都排不到 對呀 對呀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